很多年以前我在网上关注过一个人 他是一个做企业的一个老板 然后他就是很提倡多生孩子 然后他自己本人就是生了想尽各种办法 生了有几十个孩子 为什么我关注到他呢 就是因为他的一些言论 的确跟别人不一样 他是一个有点小名气的这么一个 做企业的这么一个老板 他好像是那些女朋友吧 然后包括还通过代孕 还有那些愿意给他生孩子的女人 他生了好多 之前呢他还有很多的 就是那些孩子的那些视频 经常能看到 经常能看到他会去晒那些 他的那些孩子 然后后来呢就风声比较紧了 因为他这个说实话 现在就是国家鼓励多生孩子 好像觉得还好 因为那个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那个时候风声紧以后呢 他就注销了他那个号 然后又换了一个名字出来 然后但是基本上不晒他那些娃了 他的一些观点呢 就是不得不说呢 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我听下来 我看下来就是那种 似乎是就很有使命感 就是想要把自己的这个家族啊 就是这种血脉啊 就不断的往上脱举 家族的传承啊 就需要这个下一代 下一代呢 因为你就一个呢 可能就是如果他不是不成才 你整个家族的希望就断掉了 所以他就要就是那种 大面积的撒网 然后这里边总归会出现 优秀的人才啊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基本 一个一个一个基本的逻辑啊 所以他就要生养好多的孩子 同时我也看到就是 有一个作家在聊这个事 他就提到了说 为什么我们要生孩子 生孩子呢 就是不是用来养儿防老的 举全家族的这个之力呢 往上脱举你的下一代 然后大概需要就是 两三代人的这种努力啊 才能让你的血脉 你的家族呢 就是越来越往上走 它就是有一个传承啊 不是用来防老的 传统的观念 其实就是养儿防老 也因此呢 就很多的时候啊 就是很多的父母呢 就不喜欢孩子离自己太远 就怕失控 就怕将来老了 孩子就不在身边了啊 包括这种出国留学的 尤其是早早的把孩子 比如说上小学 就送出去的这样的啊 确实就面临着 就将来这个孩子 他就不会回国了 也就不会回来 跟父母一起给父母养老了啊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怕失控 所以就不希望孩子离自己太远 就是哪怕有什么好的机会 他也会把孩子 就是拢在身边 只有这样 他才觉得呢 就是自己更安全啊 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比如说就这种 很有使命感的啊 你说这个 让这个家族 举全家之力啊 就不断的 让家族的这个血脉 不断的往上升一个层次 两三代人去完成 这样的一个使命 我是觉得 这也是一种方法 也不能说是错的 包括这个养儿防老 也不能说是错的 就是大家各取所需啊 大家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 到底这个养儿 是不是用来防老的 觉得像我们这一代人 基本上没有机会 也没有想到说 你还有选择 你可以说不要孩子 我不知道别人 反正至少我是 当时就是结婚了 怀孕了 生孩子 就是一个 很自然而然的 这么一个步骤 就不知道你还有选择 你还可以选择 说做丁克家族 家庭啊 不要孩子啊 就没有动过这样念头 也没觉得自己 还有这样的选择 就是一个 走一个大部分人的 这个普通人的 自然而然的 这么一个习惯而已 就没有想太多 可是现在呢 就是我到这个年龄 六十岁 我再回过头来想想 说这个养儿 到底是不是用来防老的 我的感觉呢 就是从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就是我个人呢 是既不是那种 就是特别有使命感的 对这个家族的传承 很有使命感 就是我们两个人 在这方面好像都没有 多强烈的使命感 也不是那种说 我养儿就是用来防老的 就是让他给我养老 好像也不是这一种 那么我想想 就是我是怎么考虑 这个问题的呢 我们这一代人 说实话应该算是 既比较幸运 又比较辛苦 幸运的是呢 我们遇上了这种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就是我们六零后这代人 就是整整好好的 就全部的赶上了 应该说我们就是有了很多 就是让你去拼搏的机会 现在回过头来看 就可以说是遍地是黄金 看你有没有捡到了 所以说我们这代人 相对来说是幸运的 可是我们这代人呢 可以说是比较辛苦的一代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代人呢 一个是每一个家庭啊 大绝大部分家庭 就不会给你 给到你任何的一个平台 或者任何的资源啊 只聊就普通人啊 绝大部分人 其实大家都是在一个起跑线上 然后去全靠自己啊 就是这种打拼啊 然后承受了各种的压力啊 每一个就是今天看起来 还算就是那个过得不错的人啊 其实都走了一段 很不容易的这个路啊 都承受了很多的压力 那么我们这代人呢 老了以后是个什么状况呢 我们这代人 其实可以说是 应该说是最后一代 就是对父母啊 亲身亲力亲为的去照顾啊 因为我父母现在去世了 但是他们都是比较高瘦啊 将近90岁去世的 包括我爸爸啊 就是几年啊 他会在 瘫痪在床 所以说就是这个 这种 这种辛苦啊 照顾老人的这种辛苦啊 就是都是 体会过 也看在眼里的啊 我们这代人 有可能是最后一代 能亲力亲为的去照顾父母啊 说我们的下一代 就能像我们这一代人 去这样亲力亲为的去照顾我们吗 我觉得很难 我记得就是在油管上啊 就我的视频下边 有一个人写了好大一篇 就是反驳我啊 就是因为我不是说 我自己安排养老嘛 就是孩子有能力养你老 你不给他机会 这是错误的 就是他是一定要让孩子养老的嘛 就是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观点啊 当然我不是说他说的不对啊 我只是觉得现实其实并不是这样啊 就是我们大家想想 现在我60岁 你说如果我现在让我开始面对四个老人的时候 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其实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如果家里边有一个老人瘫痪在床 你基本上就是心力憔悴 照顾一个 一家人就会累得不行啊 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体力上的这个辛苦 还有这个心力上的辛苦 大家也知道 人老了以后呢 很多的时候 他的行为啊 包括他的认知 都有特别大的变化 就是你不能用我们成年人的这种 成熟的这种想法去要求他 所以很多的时候啊 就是照顾老人呢 不仅仅是说你给他吃给他喝就可以了 甚至上有的时候在精神层面有一种折磨啊 就不用说那个说老到什么样 然后需要你就是他糊涂到什么样的时候 就是你承受的那些压力啊 就在他没有那么老的时候 就是我记得我妈妈那个时候是八十岁哈 大概不到八十岁的时候吧 我就记得有一阵是我妈妈是跟我住在一起的哈 然后呢我妈妈呢就是 她就很担心我 就是我只要一出门 她就不放心 所以我只要一出去啊 用不了一会儿 她就给我打电话 问我你啥时候回来呀 然后你几点回来呀 然后我就得告诉她 我说我马上就回去了 或者说我一会儿回去啊 一个小时以后回去 然后往往就是没有到半个小时以后 她就又打电话 然后当时我就感觉啊 就我妈妈在我家住的那段时间 我就感觉我好像没有办法走出去 你只要走出去 她就牵挂你 牵挂到就是你没有办法离开她啊 所以这还是那个时候 还不是说到老了 糊涂了 就是开始就是到后期就糊涂到就更严重了 就是那就跟孩子一样了 所以说呢 这倒是那个 所以这是一方面啊 所以你想想啊 就是我们这一代孩子 这种独生子女两个人 等到他们就是我们八十多岁的时候 他们就是六十多岁 六十多岁的人啊 然后他有精力去这样去照顾你吗 我觉得他根本没有这样的精力 他能就是说我们 不管你是居家雇个人照顾你 然后或者是说你在养老院里养老也好啊 就是他们两个人 能把这四个人 就是说能经常巡视 能那个需要 需要什么能给你送到身边 这就很不容易了 因为毕竟 大家现在还没有感受到啊 只是 只是这样想 其实因为我们是体会过 就是这个父母 一旦有人贪婚在床 一拖几年的话 就是几个人都会筋疲力尽的感觉 更别说还有一些是那种 医学上的东西 你需要学习 然后就很多很多的东西 就是很难 而且一天两天行 时间长了 你再看一看 就很难做到 所以呢 就是 这话说回来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呢 就是说既幸运 又辛苦 说了半天呢 我是觉得 就是我个人的想法是 养儿呢 没有指望他去养老 可是呢 就是 我现在越来越感觉 就是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大 就是养儿 他有一个好处 是什么呢 就是 他会给你安全感 尤其像我现在在国外 我更加有这种感觉 就是因为在国外 因为语言的问题 很多事情呢 你就自己不能掌控了 因为现在也方便了 手机都有那种翻译功能什么的 所以说我大部分的事情 我自己都能处理 即便你不去用他们处理 但是有一些 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网络上的东西 我就觉得很吃力 自己就很难处理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觉得 有个孩子在呢 你就觉得方便了很多 我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到七八十岁的时候 可能就是孩子 不一定亲自来照顾你 可是只要你知道 在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 有自己的孩子 有自己的血脉 然后你心里会有一种安全感 尤其现在就是网络也发达 就是你想见他 随时也能见到 然后包括就是 什么事情也可以通过网络处理 就是更加是这样 一个是我没有那么强的使命感 就要求孩子 就是一定要去做到多高 或者是说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家族 要发扬光大到什么程度 我没有这样使命感 我有的时候有点宿命论 我觉得这人生啊 就是一辈子很多的时候 是这种注定的 就是拼搏当然不错 可是也不能夸大 这个拼搏的这种 多人拼搏了一辈子 他也不见得成功 所以呢 我对这个东西呢 没有那么大的使命感 然后对养儿防老这一块呢 也没有那么高的期待值 我反而是希望 就是孩子呢 就是我们这代人 已经很辛苦了 孩子呢 我就觉得就是 只要他身体健康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 创造的这个财富呢 也能让他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生活 然后呢 就是他就有资格 有这种 有这种能力去选择 他喜欢的生活方式 然后一家人呢 就是平安 身体健康 就是安安安稳稳的 就是过这种生活 我觉得就挺好了 没有就是过高的那种奢望 然后包括就是我跟儿子 之前也探讨过 说这个要不要孩子啊 就是这样的问题 然后我对他们的说法是 因为就是我是觉得 就是要孩子不要孩子呢 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但是我会给他们说 就是我个人的感受 因为我在说实话 在58岁之前吧 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那是因为我觉得 我所有的事情我能掌控 我也好像没有觉得 就是有孩子就会有什么差别 也没有 其实反而是58岁以后吧 就是越接近现在呢 我就会隐隐约有这么一种感觉 就觉得有那么一个人 是自己的孩子 有那么一个血脉在那儿 然后呢 你就因为现在这个高科技的东西 这种网络呀 就是越来很多的东西 是我们年龄大的人 就是很难去掌控的东西 就这些东西越来越多 然后你就会有一点淡淡的焦虑 就是觉得将来我能不能 被这个社会抛弃了呀 我能不能跟得上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想到说 我还有孩子 你会有一个安全感 就是说你指望他给你养老 可是你有人 就是我们 我们还有人 就这种感觉 心理上有一种安全 我之前就是我学语言的那个班上 同学他女儿 跟他就是他女儿呢 就是选择这个丁克 然后就他经常给我们看 就是两个人就很潇洒啊 到处去玩啊 因为说实话啊 就是有了孩子以后 的的确确就是你的精力 或者是百分之八九十啊 都牵挂在孩子身上了 然后包括现在的孩子 这个竞争也激烈啊 所以说那个确实是 就是父母就一下子 就没有了自己的生活啊 然后就是他们不要孩子 这个家庭呢 这两个人呢 就确实很潇洒 就看起来两个人还很浪漫 就很多年 他们结婚也有十多年了 还很浪漫 还很好 也挺让人羡慕的 然后呢 我不觉得说 这样的家庭就不行 然后也有人说 说你别看 别看你们现在这样过得好 然后到老的时候 你就知道是什么样了 然后就没有人管你了 怎么样 可是我是这样想 我觉得呢 就是因为人 你不可能什么都有 什么都唠叨 什么都是你的 就是 丁克的家庭 或者是各种原因 没有孩子的家庭 然后你到老了 你觉得就是 可能有点孤独 然后那个时候 人老了 可能确实是 和现在的想法不一样了 然后可能会有一点 就是包括没有孩子 就是给你撑腰 你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 就是种种方面 这些可能潜在的问题 或者怎么样啊 我怎么看呢 我是这样想 就是这个社会 它在发展 在前进 就是大家对这种 不同的生活方式 就越来越包容 还有一点呢 就是你的这个老了 即便是孤独了 即便是不如有孩子的人 那么安全 那么心安 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 因为你年轻的时候 很洒脱 很潇洒 也没有孩子脱累 然后已经很享受生活了 到老了 即便是 其实也不一定 就一定是 就即便是 我觉得那也很正常 对吧 因为就是我们 有孩子的家庭 其实说实话 也是非常辛苦 因为大家都是那种 两个人都是 这种全职的工作 然后带着孩子 也有跟头把式的感觉 即便有父母帮着照顾 就是那也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说我觉得 甘蔗没有两头田 所以心理接受就好了 这都不是一个什么问题 所以我一直觉得 就是我们这个生活 人生 其实没有什么 就一定要怎么样 我一定要养儿就要防老的 或者我一定就要丁客的 或者一定不要丁客的 我觉得没有那些 一定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很好 只要你自己 想清楚 这种厉害关系 想清楚 你觉得未来 我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然后我会承担 什么样的后果 只要自己想清楚了 我觉得都是一个 很好的选择 大家发表一下 自己的看法 你们怎么看 养孩子这件事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希望大家来一起探讨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